第551章压制 干过农活的人都知道 这沾了水的淤泥 清理起来比在干燥的地面上挖坑难度要大得多 水与泥混合在一起 常人根本就甭想挖得动 夜天将真气灌注在手上的铁锹之中 一铲子下去就是一大坨淤泥被甩上地面 不多时 在这个深坑周围处 就被铺满了一层黑色的泥浆 1月的香港温度也在20度左右 这会正值中午 那些泥浆被阳光照射后 散发出了一股极其难闻的味道 就连狗心家和左家郡也抵挡不住这种气味 远远地退了出去 而原本在公路上的工人 更是将车子开到了数百米外的上风处 这里在数十年前也是一处龙脉所在 为何煞气会如此浓厚呢 感受着地底下喷涌而出的煞气 夜天也是有些心惊 口中不断送面着度人精 将一缕缕向自己缠绕而来的煞气度化开来 同时夜天周身元气鼓荡 炙热如火的气血澎湃沸腾 也逼得那些煞气不敢靠近自己 这煞气颇是有些古怪 夜天也不敢让它沾染在身上 口中诵经 手上干活 还要运行周身元气 夜天算是将浑身解数都使了出来 仅仅七八分钟过后 脑门上就布满了细密的汗珠 当 就在夜天也感到有些吃力的时候 手上猛的一阵 却是铁锹铲铲到了一块硬物 发出一声脆响 夜天心中一喜 手上使了个巧劲 将那硬物给挑了出来 靠 竟然是个风水龟 看到这物件 夜天不由愣了一下 这居然是一只用青铜铸造的乌龟 直径在三十公分左右 整个龟身上满是淤泥 不过那只龟头却是看得十分清楚 这 这是同行所为啊 见到这只风水龟 夜天哪里还有不明白的道理 这处绝佳的阴宅之地 分明就是被人给巡龙点穴了 乌龟属于吉祥的四省之一 又能吸取山川灵气 所以在墓葬之中 驼石碑龙头龟的陪葬品 是极为常见的 龟是极阴柔之物 擅长以柔克刚 同时亦是化煞的风水宝器 铜龟放在墓葬里用来化煞 符合风水学凶煞一化不宜斗的原则 不过让夜天有些不解的是 有这么大一个风水铜龟埋在这里 为何地下还会出现如此凶利的煞气 莫非真有僵尸汗拔存在不成 想到这里 夜天头皮也有些发麻 他在古籍中见过仙人们对汗拔的描述 据说汗拔两木顶上 可以杀龙吞云 行走如风 所到之处赤地千里 算是僵尸之王了 夜天虽然术法高强 但如果下面真有这种传说中的怪物存在 那他也要好好深量一下了 一时间却是不知道应不应该继续往下挖掘了 小师弟 怎么回事 回答一声 站在四五十米开外了左家骏 见到坑里没了动静 生怕夜天出事 连忙大声喊了起来 有点古怪 师兄 我这就上去了 夜天答应了一声 先用铁锹铲在铜龟身下 将其甩到了地面上后 自己用脚在坑壁上连踩几下 从深坑里跳了出来 鬼呀 夜天刚刚站稳了身体 远处就传出一声怪叫 一群人四散奔跑了起来 鬼 说我呢 夜天低头往自己身上一看 不禁苦笑了起来 他浑身上下都包裹着一层淤泥 看上去和个黑人差不多 也怪不得那些工人们害怕 撇了撇嘴 夜天将身体舒展了一下 那些快要凝固了的泥土碎裂开来 再稍微一抖动 顿时都从夜天身上脱落了下去 伸手托起那个风水同归 夜天王佐家骏等人所站的方向走去 小师弟 这玩意儿是从那下面挖到的 看清夜天手上的物件后 狗新家和佐家骏均是愣住了 这同归明显是人为的 那也就说明夜天之前的猜测没错 下面的确有一座墓葬 这让狗新家和佐家骏脸上感到有些发烧 他们俩加起来都超过160岁了 却还不如夜天这二十郎当岁的 毛头小伙子看得透彻 没错 师兄 咱们应该是遇到同行了 这人在龙脉之处埋下着风水同归 用于凝聚山川灵气 想必是要服幼所葬之人的后代的 夜天顿了一下 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接着说道 不过有这同归有破除煞气的功效 我观他也具有几分法器的特性了 却不知这地方为何煞气还是如此浓重 我 我怀疑下面的尸体是不是在向汉拔转化 夜天此话一出 狗新家和佐家骏顿时一口同声地说道 汉拔 这不可能吧 夜天这两位师兄都是见多识广之辈 尤其是狗新家早年所处的那个战乱年代 一场战争往往就会死伤上万人 而且对死者还都是草草埋葬的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狗新家都没有听闻什么所谓的僵尸汉拔出现 更不要说是在歌舞生平的现代了 我也觉得不可能 不过我取出这同归之后 下面的煞气似乎喷涌得更加猛烈了 夜天往四周环顾了一下 指着一处说道 师兄您看那边的树木 香港是没有冬季的 这里的热带桥木一年四季都是长青长绿 不过就在距离那深坑十多米远处的树木 竟然变得有些枯黄 枝叶都无精打采地垂了下来 这一幕让狗新家和左家俊不由心惊起来 这处巨阴之地居然有向极阴之地转化的可能性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 这周围数十公里都会受到影响的 观察了半晌之后 左家俊面色凝重地说道 这样不行 必须要把这股煞气给压制下去 否则别说你想在别墅里修建聚灵阵了 恐怕这半山风水都会被它毁于一旦的 要知道 香港懂得堪于风水的人 可不仅是他左家俊一个 如果这股煞气再蔓延下去的话 势必会影响到半山的风水 对于那些赌信超级富豪们而言 如果半山豪宅的风水改变了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离开的 甚至会选择离开港岛也说不准 左家俊是在香港功成名就的 这个国际都市倾注了他半生的心血 与公与私 左家俊都不忍让现在经济衰退的香港在雪上加霜 压制不行 叶天摇了摇头 说道 看着同归的年份 这墓地存在应该也有上百年了 上百年都没有出现什么事 唯独现在发生问题 肯定是墓葬的风水遭到破坏 使其里面的法针运作发生了变化 要我看 治标不如治本 还是将墓葬给打开 看看那位前辈用的是什么阵法 我们才能想办法去化解的 不过要起开这墓葬 我一人之力恐怕是不够 从古至今 奇门传承不计其数 各个门派均是有自己专精的术法 相对而言 蚂蚁一脉在风水堪于已经墓葬方面 并不是很擅长的 这也是叶天绞尽脑汁 甚至动用了脑中传承 都无法勘察得出地下情性的主要原因了 要知道 占卜问卦那是算活人的 用在死人身上 效果自然不是那么好 小师弟 你说要我和大师兄怎么帮你吧 左家俊开门见山地说道 这里是他施工使出的问题 左家俊自然有义务将其消弭掉的 叶天沉言了一下 说道 我要两位师兄各站一脚 等我起开墓葬的时候 你们用法器将那煞气给压制下去 否则我怕大量的煞气一出 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的 在水浒中有一段 讲的是红太尉误走妖魔 使得三十六天刚 七十二地煞出事的故事 其实在奇门中对此也有记载 所谓妖魔出世 却是一处巨煞之地被人无意中开启 将里面凝聚上千年的煞气尽数放出 使得周边数百里生灵涂炭瘟疫横生 当然 除了奇门中人 普通的老百姓并不懂得这些 所以那位师奈安师大家 就将这些煞气演变成了妖魔鬼怪而已 听到叶天的话后 狗心家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说道 小师弟 帮忙压制煞气没问题 不过 不过师兄手上可没有法器啊 狗心家早年在缅甸杀鱼而归 其后更是九死一生脱离险境 隐居到山中 纵然手上有些好物件 到现在也是一件都没能留下来 祖师的罗盘您先拿去用 夜天手腕一番 将罗盘取了出来 递给了狗心家后 说道 二师兄 我这还有一枚师父的大吉通宝 您就用它吧 夜天此行来香港 并没有携带那把青龙掩月刀 否则将其放在这里酝养一段时间 对那凶刀却是大有必义 有了家伙时 咱们就开工吧 自从师兄弟相聚以来 平时多时喝酒聊天 谈论术法之道 像现在这般三人合力出手的情形 却还是第一次 几人脸上均是有些兴奋 重新跳入到坑中后 夜天感到那股寒意又是加剧了几分 连忙抬起头招呼道 大师兄 你站住前卫 二师兄 你站耿卫 第552章超度 上 是 狗心家和左家俊 齐齐答应了一声 分别站在了对应前卫的西北方 和对应耿卫的东北方 将那罗盘和铜钱托于手上 法器本就有镇宅除煞的功效 尤其是狗心家手中那个传承已久的罗盘 刚一拿出来 那飘游在空气中的煞气 顿时像波浪般的从他身边疯过 左家俊手持的铜钱虽然效果略差 但是在他元气加持之下 也显示出了其不凡之处 在这煞气密布的地方 这枚铜钱居然散发出幽幽金色光泽 有如传说中的落宝铜钱一般 见到两位师兄站定了位置 夜天又万一番 一把色泽有黑的短刃出现在了掌心里 和罗盘与大齐通宝不同 无痕刚一拿出 那遍布在空气中的煞气 仿佛像是万流归宗一般 齐齐地溢入到了无痕刀刃之中 小小的无痕此刻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 疯狂地吞噬着那些煞气 有黑的刀刃在阳光的照射下 闪现出一丝阴冷的杀气 夜天 你 那 那也是件法器 夜天的无痕 曾经在左家军面前拿出来过 不过狗新家就不知道了 眼见夜天又拿出一把法器 不禁瞪直的眼睛 嘿嘿 偶然逃来的 师兄 没事多去逛逛潘家园吧 夜天口中开着玩笑 眼睛却是在打量着方位 右手一甩 一道乌芒闪光 无痕插入到了位于东南方向的训味上 对应着狗新家和左家军二人 形成了一个三角阵型 和那两件法器压制着深坑中的煞气不同 无痕是在吞噬着勇往这个方向的煞气 不过殊途同归的是 当这个三角阵法形成之后 深坑里的煞气再也无法泄移出去 尽数被三件法器禁锢在这方圆十米的坑内 只是如此一来 夜天却是压力俱增 那些阴寒之气几乎粘稠的有如实质一般 逼得夜天使出全身泄疏 才堪堪将其挡在体外 夜天不敢怠慢 拎着铁锹继续忙活了起来 在往下挖了约有二十公分深浅的时候 铁锹又碰上了硬物 那焦机的声音就连在上面的狗新家二人都听到了 是块青石板 年代似乎不是很久远 没等狗新家开口询问 夜天就已经清除掉了硬物上面的淤泥 一块大青石板呈现在了三人的面前 这倒是像近代墓葬所为 而且也不像是什么大户人家 真是奇怪了 看到青石板后 狗新家口中喃喃自语地念叨了一会 忽然想起了什么 连忙说道 小师弟 你在那石板前方三尺的地方挖下去 看看有没有墓碑 中国古代的墓葬一向秉承着墓而不坟的原则 也就是说只在地下掩埋 地表不数标志 后来逐渐有了地面堆土的坟 又有了墓碑 不过早期的墓葬 其实也是有墓碑的 只是和棺材一样 都是深埋在地下 上面捐刻文字 用作记载主人身份试迹的 这种墓葬方式不容易被盗墓贼发现 可以减少被盗绝的风险 所以即使在近代 如果找到一处风水宝地 往往还是用墓而不坟的方式来安葬的 我找找看 夜天提起铁锹在青石板前一米处挖了起来 不过确实没有发现墓碑 先不管这个了 我将青石板起开 师兄 你们注意点 小心煞气冲出 感受着那青石板下澎湃的煞气 夜天也是不敢大意 深深吸了口气后 夜天将全身真气运行于经脉之中 整个身体似乎都大了一圈 血气之胜比方才整整高出一倍有余 走到青石板的边缘处 夜天双手扣了进去 口中大喝一声 给我 开 随着喝声 夜天腰腹猛地往上一挺 双手用力地向上抬去 那块重达数百斤的石板 居然被他硬生生地给抬了起来 就在那石板露出缝隙的同时 夜天的下半身忽然间感到一凉 似乎衣物全都被曝光 站在冰天雪地中一般 那股阴风刺骨般的寒冷 妈的 别真是汉拔那玩意儿啊 说老实话 夜天也是有些心虚 双手猛地一用力 将整块石板掀翻了过去 他的身体也随之往后退去 避开了那股汹涌而上的煞气 不过即使如此 夜天也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 那海量的煞气 在不断冲击着他的脑神经 如果换作一人在下面的话 恐怕瞬间就会这股冲击波 给变成白痴的 乾坤八卦 三才合一 给我定 就在夜天让开身体的同时 狗心家和左家俊 也使出了真本事 将一身元气尽数灌输到了手上法器之中 一时间 两件法器好像有了灵性一般 遥相呼应之下 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大网 将地下喷涌而出的煞气 尽数网罗在了里面 至于处在东南方向的无痕 更是像个无底黑洞一般 在疯狂吞噬着那些煞气 隐隐似乎还能听到他的欢鸣声 七灯续命 夜天 下面有人摆出七灯续命的逆天法阵 快 将位于北斗那处灯给拿开 破除阵法 就在夜天苦苦抵御着那些煞气攻击的时候 上面的狗心家和左家俊却是看得真切 在石板被掀开后 一口石棺显露了出来 这口石棺长约两米五左右 高度也在一米上下 看不清是什么材质打质的 但是石棺上的几个物件 确实吸引了狗心家的注意力 那是七盏同志的小油灯 其中四盏分别挂在了棺材的四个角上 另外的三盏则是摆在了棺材上 七盏合起来看 摆出了正是一幅七星北斗图案 不过 这些油灯却是早已熄灭掉了 狗心家在阵法医道上颇有研究 他虽然使不出七灯续命的逆天功法 但却是听夜天描述过 事意一眼就辨认了出来 听到狗心家的话后 夜天强忍着那些煞气的侵袭 往前走了一步 看到那石棺和七盏小灯后 忍不住说道 师兄 这哪是七星续命啊 这是在保他肉身不服 用于服幼后人的 七灯续命是偷天换日的顶级功法 但所针对的人 必须是还要有一口气存在的 也就是对阳寿未尽之人才有功效 像这种死了之后埋进棺材里的 别说是七灯续命 就是将北斗七星给摘下来 也是于事无补 该死的照样死翘翘 不过在夜天脑中的传承里 也有这种情况的描述 那就是用七盏油灯 布成七星法阵 将其放置于棺材四周 选意龙脉安葬 可保后人贵不可言 富甲天下 而且这种阵法还有一个功效 就是能用法阵凝聚起的升级之器 保得棺材中的人肉身不符 像国内出土的几具 比较有代表性的干尸 其实在其周围 就曾经不有这种法阵 只不过被后来的盗墓贼 将那些造型精致的青铜灯 都给偷走吧了 由于港岛的填海工程 将这一处龙脉所在 变成了巨阴之所 也导致七星法阵 变成了巨阻阵法 将周围数十平方公里的煞气 尽数吸纳到了棺木之中 这也是区区一个墓葬 所凝聚的煞气 堪堪可以和缅甸魔鬼山中煞气 有一拼的主要原因 如果不是施工队 在清理那些尸骨的时候 不小心动了下面的风水同归 使其煞气外泄的话 这里日后很有可能就会发展成为 极阴之地的 此时深坑里的夜天 就像是陷入沼泽中一般 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 狗心家虽然说错了阵法 但破解这七星法阵的方法 却是说对了 眼下夜天就是要走到棺材前 将居中的那盏铜灯给收起来 只是越靠近棺材 那股阴寒之气就越是浓郁 像是小刀子一般 在切割着夜天的肌肤 饶是夜天功力深厚 也感觉有些禁受不住了 强忍着身体的不适 夜天终于走到棺材旁边 伸手将那盏只有油碟大小的铜灯 给拿在了手上 妈的 这棺材里的人被煞气侵蚀了那么多年 会不会真的变成僵尸啊 在夜天取下北斗位置的铜灯之时 他隐隐听到了棺材里 似乎有一声响动 吓得夜天连忙往后退去 他敢和人玩命 却从来没和僵尸打过架啊 身体后退的同时 夜天喝道 师兄送念度人精 阵法已破 这些煞气顿时都变成了无根之物 不会再产生新的煞气 以夜天三人的修为 只要送念度人精 很快就可以将其度化掉 顾不得满地的泥屋 夜天退到插着无痕的土壁下面 盘膝坐倒 双手在膝上结印 配合着印法送起经文 见到夜天的举动 狗心家和左家骏 顿时醒悟了过来 一边用法器压制坑中煞气 一边口灿莲花地背诵起度人精来 那些几乎肉眼就能看到的黑色丝线 在三人的诵经声中 慢慢地淡化了起来 加上无痕的吸收 坑中的煞气不断被削弱着 不过凝聚了数十年的煞气 却非一时半会就能完全毒化的 五个多小时后 狗心家和左家骏师兄俩 均是额头冒汗 眼看着体力有些不知了 第553章超度 中 夜天所在的地方 有无痕在吸收煞气 它只需要鼓动气血 抵御煞气的侵袭 而且手上印法对煞气也有驱除的作用 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 看到两位师兄的疲态之后 夜天连忙大声喊道 小天 你们两个过来 把你们大师伯手中的罗盘接过去 由于煞气尽数被压制在这方圆十多米的坑中 游离在外面的阴气已经很少了 对周孝天和柳定定也构不成威胁 所以夜天想让他们接替狗心家压制煞气 小心点 不行了就说一声 狗心家此时已经是筋疲力尽 也没有谦让 再简单地教会二人 如何使用罗盘法器之后 就松开了手 盘膝坐倒在地打坐了起来 至于左家骏则是要比大师兄年轻一些 气血相对比较旺盛 看那情形还能支撑一段时间 一个小时过后 狗心家站起身来 将左家骏掌心的铜钱接了过去 如此上面四人轮换休息 坑底的煞气在不断地被削弱着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左家骏让人在旁边拉起了电灯 并且在四周各点燃了一堆篝火 火为致阳之物 对煞气也是有着克制的作用的 不过这坑中煞气在夜间极为活跃 虽然冲不出三件法器所布下的阵法 但却是在坑洞的上面变换出各种奇形怪状 影响着人的心神 站在一两百米外的那些工人 有些体质稍弱的 基本上都看得在那处地方出现了各种妖魔鬼怪 一个个军事下的远远逃了出去 夜天 你怎么样 刚被轮换下来休息的狗心家 看向了坑中的小师弟 他们几人都能得到休息 不过夜天却是没人可以替代的 没事 等到天亮 这坑中的煞气差不多都能给度化掉了 夜天的脸色有些煞白 说话的时候中气也不是那么足了 入夜之后阴气上升 夜天所受的压力却是要比白天更大一些 先吃点东西吧 狗心家将一包热量极高的熟牛肉扔了下去 夜天伸手接住 短短几分钟内 就将那包七八斤牛肉吃得精光 抹了抹嘴继续送念起度人精来 这一夜显然比平日里要漫长许多 随着远处村庄的鸡鸣声响起 天边出现低一抹阳光的时候 夜天感觉浑身的压力骤然一清 忍不住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师父 您没事吧 看到夜天吐血 坐在夜天头顶对面的周孝天心中大惊 差点将手中的罗盘都掉落了下去 没有大碍 孝天 你们可以停下了 这剩下的些微煞气 被阳光一冲就会消散掉的 背靠着坑壁 夜天心中苦笑不已 从修为进入到化境以来 他久已没有如此狼狈过了 不过这机遇了数十年的阴煞之地 竟然被他们师兄弟几人 一夜之间就给消灭掉了 夜天心中也是很自豪 放眼其门江湖各派 恐怕也就只有他们麻衣一脉能办得到 小师弟 上来吧 狗心家也感觉到了坑中的变化 心中一松 整个人也是瘫坐在了地上 四肢百骸再也没有了一分力气 大师兄 我 我倒是还能上得去啊 夜天此时的状况比狗心家还要不如 哪里还爬得上这三米多高的深坑 最后还是周啸天找了个软梯放了下去 将夜天给背了上来 出道这么久 夜天还就是在给师父逆天改命那次如此凄惨 同样筋疲力尽的左家俊 看向夜天问道 夜天 坑中煞气超度干净了 嗯 有无痕在 剩下的些许煞气都不要紧了 夜天点了点头 说道 咱们先睡一天 告诉那些工人不要靠近这里 底下石棺内的那人 或许和咱们麻衣一脉 还有些瓜葛 免得伤到仙人骨骸 夜天脑中传承显示出 这种浮幼后人的七星法阵 是他们麻衣一脉所独有的 也就是说 布阵之人极有可能是门派中的前辈 只是夜天现在没有余力继续探查下去了 一切 只能等到开馆之后 才能做出定论 眼下三人情况都不是很好 左家俊也没多问 说道 放心吧 我告诉他们一声 这里没人敢靠近的 虽然这地方那股阴冷之气已经消失掉了 但昨夜发生的诡异现象 使得那些工人 根本就不敢靠近 倒是无余那时官受到破坏 这里元气稀薄 打坐还没有睡觉恢复得快呢 让周小天开过来几辆车 夜天师兄弟各自钻入到车里和衣睡了起来 到了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 夜天率先醒来 查看了一下身体的状况 不禁摇头苦笑 他一身元气只恢复了不到三成 不过香港多雨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一场暴雨下来 夜天也是不敢耽搁 要尽快将石棺移出 这处地方才能继续施工 没过多大会 狗心家和左家俊也相继行转了过来 三人情形差不多 体内元气的消耗 远不是这一两日就能恢复的 虽然精神还是很疲惫 不过行动已经没有大碍了 左家俊想起先前夜天的话 忍不住问道 小师弟 你说这不阵之人和咱们这一脉有所渊源 是怎么一回事啊 夜天解释道 左师兄 这个石棺上的阵法叫做七星法阵 是用于转化阴学中升级之气的 对服幼后人极有益处 不过这种阵法是咱们麻衣一脉所独有的 外人布置不出来 夜天虽然传给两位师兄不少数法 但大多都是功法所用的 像这些堪于风水阴宅的法术 却是来没来得及传授 夜天 你说的要是真的 那布置这个阵法的人辈分比师父都还要早的 听到夜天的话后 狗心家沉吟道 当年我麻衣一脉术法缺失 莫非就是因为这位师门前辈来到了南方 在李善元入门麻衣一脉之前 中国上也是多灾多难的 太平天国启事 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 许多隐居山林的门派 也都被牵扯了进来 甚至有些奇门都断了传承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奇门中人都逃到了南方躲避战乱 这才导致现在的南方人 要比北方人更加笃心风水术法 正是源于此因的 夜天想了一下之后说道 按说要是师门中人出手 应该会留有悲鸣记载此事的 回头等开关之后 我在在别处挖挖 开是否能找出石碑 奇门中人帮人堪于墓地 为了避免同行轻压 往往都会留下详尽的资料 说明自己出手的原委 只要不是有深仇大恨的 对方一般都不会对这样的墓葬 进行盗绝 看了一眼坑底的石棺 夜天向左家俊说道 师兄叫人运一副好棺木过来 这石棺恐怕是不能用了 就算这墓葬中的阵法 不是师门前辈所为 那也是奇门中人的手笔 夜天自然不能让石棺里的人 暴尸当场 当下又让人找来棚布 将深坑给遮挡了起来 布置完毕之后 夜天和两位师兄同时下了坑底 走到了石棺面前 师兄 你们后退一步 我来开馆 夜天手中拿着一把撬棍 等狗心家和左家俊退后了一点之后 将撬棍插入到了石棺的棺板之中 咔 咔咔 夜天微移用力 那棺板就活动了起来 这让夜天心中一喜 连忙加大了力道 不过随着石板被撬起 一股恶臭之极的味道 也随之飘了出来 让一时没来得及屏住呼吸的夜天 差点将昨夜吃的牛肉都给吐了出来 看着夜天回过头来 那古怪的表情 狗心家和左家俊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二人都有开启棺木的经验 却是知道不管安葬多久的棺材 里面的味道肯定都不是很好闻的 事已早就闭上了呼吸 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 强忍着胸腹间的翻江倒海 夜天用双手将石板抬到腰际 猛地往外一掀 那重达上百斤的石板 居然被他硬生生地给掀翻了过去 我靠 这他娘的事 是白毛老江啊 虽然闭口不能言 但是当棺材板被掀开 看清了石棺内的情形之后 夜天师兄弟三人 还是几乎将眼睛都给瞪了出来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的表情 这个石棺封闭的并不是很严密 此时里面满是积水 在这积水上面 却是漂浮着一具尸体 尸体上的衣物早已被腐蚀干净了 可能是阵法被破坏的原因 尸体此时已经开始腐烂了 其胸腔处向外散发着一股恶臭 不过尸体的四肢上 却是长着一层细密的白毛 足足有一寸多长 看起来诡异无比 纵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夜天等人仍然感觉到心中一阵发冷 他们都能感应到 这具尸体内蕴藏着的煞气 比昨日他们化解掉的还要更甚 这些煞气似乎已经和尸体四肢上的肌肉 融合在了一起 或许这也正是四肢没有腐烂的原因吧 大师兄 您 您确定这世上没僵尸 感受着尸体中的煞气 夜天说话都有些打战了 第554章朝度 下 这 这玩意儿我也没见过啊 狗心家的语气也不是那般肯定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 古代的一些传说未必就是空穴来风 现代没有发现僵尸 并不代表着世间真没有僵尸的存在 夜天描述过的缅甸魔鬼山中的那条巨蟒 就是超出了人类想象的生物 说不定眼前这个长满了白毛的家伙 还真是一只僵尸呢 看着这古怪的尸体 夜天三人心中都是有些不寒而栗 谁都不知道这东西会不会突然直愣愣的 从石棺里跳出给他们一爪子 感受着白毛尸体内那澎湃的煞气 夜天忽然想到一件事 开口说道 所谓的僵尸 很有可能是被人炼制出来的怪物 本身或许没有灵智的 当初他在唐文远的那栋宅子里 迎战畅台驼的时候 跟随着畅台驼的那个刀枪不入的人形怪物 就和面前这只白毛尸体有几分相像 两者体内都蕴含了海量的煞气 那些煞气几乎要将他们的躯体给同化了 不过和这具尸体一样 那个怪物似乎本身没有什么思维 只是被畅台驼驱使而已 夜天本就是胆大包天之辈 念及此处从坑壁上抠下一粒小石子 右手中指扣住 对着那尸体长着白毛的大腿就弹了出去 当的一生想过 石子和尸体接触后 竟然发出了金铁浇明的声音 看得夜天等人不由面面相去起来 见到这种情形 狗心家南南说道 这玩意要是再被那七星阵法转化的煞气 侵蚀一段时间 说不定真能成不坏之身啊 这具尸身能不能变成僵尸 几人不知道 但如果不是施工队将阵法破坏的话 那些阴煞之气继续滋养着尸体 到头来发生什么事情 谁都无法预料的 大师兄 这玩意不能流 万一他体内的煞气已出 这也是场灾难啊 左家骏可不管什么僵尸不僵尸的 他现在只怕这尸体内的阴气外溢 要不咱们用火把它给火化了吧 传闻中对付焊拔的方法 就是用火将其烧成灰烬 管它是什么东西 往上面倒上一桶汽油 就是金铁也能给烧融化了 听到左家骏的话后 狗心家连连摇头 说道 不妥 左师弟 这尸体内的煞气已然成为了实质 如果烧上汽油燃烧 恐怕阴阳相冲会引起爆炸的 煞气为致阴致邪之物 火自然是致阳致刚了 如果两者相差悬殊的话 用火来克制煞气不失为是个好办法 只是 这具尸体内煞气的含量过于恐怖 用火焚烧并不是什么好办法 那 那怎么办啊 左家骏文言有些傻眼了 没有了七星法阵的加持 这具尸体就像是一个炸药桶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的 狗心家想了一下 苦笑道 还是用笨办法吧 它体内的煞气已经和身体融合了 短时间内怕是不会造成危害 咱们用镀人精将它给超镀了吧 只能如此了 这活一时半会干不完 找人在这周边搭几座帐篷吧 叶天点了点头 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事情是因它修建别墅而起的 怎么着叶天也要负责到底 好在这具尸体内的煞气暂时不会外溢 就连柳定定宋年度人精都能削弱一丝阴煞之气 倒是可以轮流着宋经超度 不用那么累了 不过如此一来 倒是分清了个人的功力高低 叶天配合印法宋经的效果最好 它仅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将尸体的半条手臂上的煞气完全给毒化了 其次就是狗心家了 他以真气吐纳 送出的经文使人心平气和 对煞气的作用也是极佳 而且听得那些胆子稍大敢于靠近的工人 差点都愿意皈依道教了 左家俊的功力稍弱一些 效果也差了许多 至于周孝天和柳定定 只能算是打酱油的了 毒化的煞气了有余无 随着尸体内煞气的逐渐消失 尸体身上的白毛也渐渐消退了 肌肉组织很快腐烂了起来 那股臭味让人闻之欲藕 整整忍受了五天这种味道 尸体内的煞气终于被毒化干净了 放在古时 这种方式就叫做超度 要知道 古代美美大战过后 都会请和尚道士做法 其实所谓的超度 也是在毒化煞气 以免阴煞凝结伤及百姓 夜天 这尸体怎么处理 看着那已经腐烂的不像样子的尸身 狗心家皱起了眉头 虽说煞气已经被毒化干净了 但谁知道要是在将其埋入土里 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火化吧 就在这法坛边上火化 夜天转头看向左家俊 笑道 师兄 劳烦您登台做法 超度了这具僵尸吧 为了消除那些渔村和施工人员的心理阴影 左家俊在这几天里特意建造了个法坛 每日度化煞气的时候都会坐在法坛上 还别说 左家俊的举动效果好得很 那些渔民们和施工队见到法坛之后 胆子也变大了起来 加上那种阴冷之气的消失 很多人甚至都跑到坑边去观看那具白毛尸体了 不过对于电视采访之类的 左家俊一概都给拒绝掉了 有几个记者偷偷带了摄像机来 也被周孝天给翻了出来 后来左家俊不厌其烦 干脆让华老板派出了一些社团成员守住了这里 这才挡住了那些八卦记者们的侵扰 好 总算是要消除这个隐患了 左家俊点了点头 叫人开过一辆吊车 不过那些工人虽然胆子大了很多 但还是没有一个敢吓到坑底的 我来吧 无奈之下 叶天又跳到了坑里 用钢丝锁将石棺拦腰绑附了固定住了 随着吊车吊臂的抬起 庞大的石棺缓缓缓地被吊到了地面上 嗯 有块碑 当石棺被吊起的时候 叶天看到石棺尾部的泥土翻起 一块黑油油的石碑显露了出来 伸出双手将石碑从泥里拉出 叶天发现上面满是淤泥 根本就无法分辨得清上面的文字 无奈之下只能先把石碑给带了上去 等回去再看吧 先将法事做完 回到地面后 狗心家也见到了这石碑 只不过左家骏这回已然是换好了衣服 正准备开始装神弄鬼 而且今儿这场开谈做法 邀请了周围几个村子的人都来观看 包括那些施工队 以后的施工进程还要指望他们呢 身穿道袍 左手拿着罗盘 右手挥舞着陶木剑 左家骏似模似样的灯弹做法了起来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像那些无火点燃服录的招数 左家骏拾起来是得心应手 看得那些观众均是鼓掌叫好 只有叶天在一边犯嘀咕 二师兄以前是不是给香港盛行一时的僵尸片做过技术指导啊 要不然这些模式怎么和电影里演的都是一模一样 点火 一番表演过后 左家骏一声令下 周孝天将一堆浸泡了汽油的木柴放入了石棺里 丢了一根火柴进去 石棺中燃气了熊熊大火 等到火势燃尽 叶天和周孝天亲自动手 将那些骨灰残骸都收入到了准备好的棺木里 因为这人很可能和麻衣一脉的前辈有所渊源 倒是要好好地安置 做法完成后 左家骏对着四周的人群拱了拱手 说道 各位父老乡亲这具害人的僵尸 已经被左某人给超度了 大家以后可以放心地从这里经过了 再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谢谢左大师 老吴代表村里数百户人家 谢谢左大师了 左家骏化身刚落 那位吴村长领头喊了起来 另外一些村子里的人也是同声附和 一时间将左大师奉为了三清老祖显示一般 人群聚集了很久才散了去 下了法坛的左大师是一头大汗 有那两位出了大力气的师兄弟在下面坐着 那些恭维话很是让他脸红 左师弟 这是夜天从坑中挖上来的石碑 找人冲洗一下 看看上面写些什么 说起来不仅是夜天好奇 就连狗心家也是心中痒痒 因为这墓葬里连个最普通的殉葬品店铺没有 却不知那位师门前辈为什么要给此人布下这个阵法 要知道 奇门中人帮人堪于风水 那价格不是一般的高 如果想要布下这种浮佑后人的风水局 每个几百两黄金想都不用想 而怪就怪在了这里 古人讲究厚葬 能掏得起数百两黄金的人 墓葬中绝对不会如此寒酸的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夜天等人好几天了 几人也等不及回去再看了 找人扯过一条水管 将杯面上的泥土清理掉后 一排排细密的文字顿时出现在了面前 文字是用正规的小凯书写的 通篇大约有上千字之多 镌刻的工艺十分高明 字体虽小 却是字字清晰可辨 不过刚看了起始的名文 夜天就不解看向了左家俊 问道 左师兄 这施山良是什么人 他在香港很有名吗 第555章首付上 施山良 这 这是什么人啊 左家俊脸上露出迷惘的神色 口中念叨着这个施山良三个字 不过他的表情显然告诉了夜天 他从未听过这个名字 左家俊虽然是几十年前才来的香港 不过他出入的都是香港的超级豪门 但是左家俊此刻绞尽了脑汁 也没想到有哪户豪门是姓施的 要知道这处龙穴埋葬的时日可是不短了 距今最少有一百五十年以上 也就是说 这个目中人的后人 必定曾经大富大贵过 而是还是那种贵不可言之人 只是左家俊回顾香港的近代 各位大亨 也没有一个失省之人 这让他有些挠头了 看着夜天说道 小师弟 香港还真没有姓施的富豪 莫非这阵法没能奏效 夜天摇了摇头 说道 不可能的 七星法阵是咱们这一脉的不传之秘 这位前辈既然能布置出来 想必会等到阵法运行之后才离开的 左家俊和夜天说话的时候 狗心家却是在细读这碑上的名文 脸色在不时地变换着 听到二人的争论后 开口说道 你们俩就别在那商讨了 过来看看这碑文上的字吧 大师兄 怎么了 夜天和左家俊同时看向了狗心家 狗心家摇了摇头 有些唏嘘地说道 布置这个风水阴宅的人 的确是我们门中前辈 你们看完就知道了 哦 夜天与左家俊心中大齐 没有再争吵下去 而是仔细地研读起碑上的文字来 这段一段百多年前的故事 呈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原来 这个石棺中的主人 并非是什么商家巨父 而是一个处在当时社会最底层的石匠 在这个名叫施山良的石匠28岁的时候 也就是1842年 香港英国人统治 华人的地位降到了底点 好在施山良有一身雕琢石器的本事 生活虽然艰难 倒是还可以维持下去 偶然还能接到笔生意改善下生活 按说施山良这一辈子 应该就如此普普通通地过去了 但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 改变了他的命运 不 应该说改变了他后人的命运 在1855年的时候 施山良接了一笔雕琢石师的活计 这笔生意做下来 可保得他一家三口几个月衣食无余 当时的香港可没有什么环境保护的意识 渔民靠海吃海 石匠自然是靠山吃山了 招呼了几个人手 施山良就准备上山挑选合适的石料 不过 就在一行人来到山脚下的时候 却是在草丛里发现了一个浑身血迹斑斑 奄奄一息的老人 身上有七八处刀伤 施山良虽然只是个处在社会的层的石匠 但心底却是非常的善良 见到这老人凄惨的模样 当下动了侧隐之心 连石头都没踩 就将老人背回到了家中 施山良父母早亡 家中只有妻子和一个13岁的女儿 亲自给老人清洗了身体后 又让妻子将家中唯一下蛋的母鸡给杀掉了 经过施山良无微不至的照顾 那老人身体恢复得非常快 三天之后就能下地 半个之后 那院子里的十年子 在他手中宛若无物一般 施山良这时也知道了 感情自己救了个奇人 不过他不是那种施恩图报之人 加上自己又没有父母 老人不说离开 施山良将其像长辈一般供养了起来 在一年后的一天 老人忽然将施山良叫入房中 告知他的发妻大险将至 隔日就会死去 他也无能为力 果然隔了一天之后 施山良的妻子无疾而终 办完了妻子的丧事后 老人对施山良又说了一番话 告诉他命格低下 就连自己也只有三年阳寿了 按照老人的话说 如果在他没有受伤之前 还能帮助施山良逆天改命 多换得几年的寿命 只是受伤之后元气大伤 却是没有那等本事了 施山良也算是心胸豁达之人 当时就对老人说 他自己怎么样都无所谓 却是希望老人能让他的后代 幸福安康 老人在私父良久之后 答应了施山良的要求 不过告知施山良 因为他只有一女 这福气却是要蒙诱到 施山良女儿的后背身上 而那些后背也不会再姓施了 施山良倒是很想得开 不管后人姓什么 身体里总归是有他的血脉在延续 当下十分坚定地恳求老人为他安排 从那日起之后 施山良除了正常地接一些活迹为生之外 其余的时间都在打造自己的石棺 历时两年才将石棺打制出来 到了施山良大县江临的三天前 老人把他带到了这处所在 让他在地上挖一个深达五米的坑穴 并且将石棺放入到了里面 做完这一切之后 施山良正如老人所言的那样 一夜之间突然暴毙 谁也查找不出死因 由于施山良为人和善 加上街坊四邻也都知道他的遗愿 就帮着老人和他的女儿 将他安葬到已经挖掘好的目的石棺之中 在碑文的最底部 老人留下了自己的名号 他姓丽 单名一个袁子 道号丽袁子 正是蚂蚁一脉第四十六代门主 为了躲避战乱 丽袁子从内地来到了香港 只是他没想到 有一个敌对门派也避惑到此 相比蚂蚁一脉的人丁不忘 那个奇门派别却是枝叶繁盛弟子众多 在一番生死厮杀之后 丽袁子虽然杀尽了对方 但自己也是身受重伤 碑文的最后 丽袁子刘叔说 他用尽精血推演出 一百多年后 会有蚂蚁门人看到此碑 单位石棺中人 重新寻一风水绝佳之处埋葬 以报施山良的救命之恩 看到此处 夜天震惊之余也恍然大悟 蚂蚁一脉中最大的谜团 却是在不经意间被解开了 夜天曾听师父李善元说过 蚂蚁一脉在传承到第46代的时候 也就是19世纪的中叶 正好遭遇了太平天国启示 当代的门主丽袁子不知所忠 由于蚂蚁一脉的诸多核心术法 都是由门主一脉单传的 而当时丽袁子的两个徒弟都没能得到核心传承 这也导致了蚂蚁一脉在后面百年间 术法缺失了大半 碑文上的故事就是如此 不但这时关主人的身份 大大超乎了夜天等人的想象 这不知风水阴学的人 更是蚂蚁一脉祖师爷级的人物 丽袁子捐刻在石碑上的故事 让夜天师兄弟时隔百年之后 这才得知了当年所发生的事情 一时间几人竟然有一种时空倒转的感觉 看完这段记载之后 夜天和左家俊不由面面相去 如果不是丽袁子用了诸多门中的暗语 他们真的很难相信这个曲折离奇的故事 哎 也不知道丽袁子祖师最后如何了 他当年为什么没将门中传承给留下来啊 狗心家长叹一声 其门讲究的是逆天形势 其下场要比那些江湖中人更凄凉几分 就像是狗心家自己 当然如果不用金蝉脱鞘之计 恐怕也早已成为黄土一波了 但即使如此 他也承受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估计 或许茅山道观中的传承 就是丽袁子祖师所留的呢 听到大师兄的话后 夜天心中冒出了一个古怪的念头 因为李善元曾经说过 这个蚂蚁道观是他无意中发现的 其存在的时间恐怕要在百年以上的 从时间上来说 这和丽袁子失踪的时间刚好相符 由此可以大胆地推断 或许就是丽袁子曾经在茅山隐居过 寻的这么一处地方修建了道观 只是后来战火涉及到了江南 他才无奈离开的 夜天越想心中越是兴奋 不过他接受传承知识过于玄幻 除了对老道明言过之外 世上再也无人得知了 眼下却是无法和两个师兄商讨 嗯 二师兄 您 您这是怎么了 压抑着心头的兴奋 夜天抬起头来 却是发现左家俊一脸仗红 那神态似乎比自个儿还要激动几分 夜天顿时纳闷了起来 难不成二师兄还会读心术 知道自己心中所想 左家俊左右环顾了一下 神秘兮兮地说道 我 我知道这十关主人是谁了 二师兄 您这说的不是废话吗 夜天文言愣了一下 没好气地说道 不光您知道 我和大师兄还有笑天定定都知道啊 这人姓施 叫施山良吗 没错 左师弟 这十关主人的身份很明了吗 狗心家也笑了起来 碑文上写明了十关主人的名字 自己这二师弟还拿出来卖弄 让他们莫名其妙之余 兜得有些摸不清头脑 哎 我 我说的不是他 左家俊急了起来 开口分辨道 我说的是他的后人 也就是他女儿后人的身份 那 那可是香港曾经的首富啊 说到这里 左家俊的声音忽然压低了几分 说道 咱们先把石碑运回家里去 石碑上的内容 一个字都不要传出去 否则会遭惹祸端的 第556章首富下 左师兄 这 不至于吧 在香港 您还会怕谁吗 看到左家俊紧张的神色 叶天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虽然左家俊不属于那种 富可敌国的顶级豪富 但是他在香港人脉极广 当年就是港都见了他 也要理尽三分 叶天想不出 有谁会让他如此忌惮 左家俊摇了摇头 说道 道不是说怕 只是那个家族太大 传出去总归会得罪人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风水术师的职业 就是给人屈己避凶 多年的职业习惯 使得左家俊 在想到这石关后人的身份后 第一反应就是将此事掩盖下去 成 那回家再说吧 听到左家俊如此说 叶天点了点头 心中对着石关后人的身份 确实又多了几分好奇 交代了工作人员 看守好那个装着 湿山凉骨灰的棺果后 左家俊带着众人回到了家中 叶天 你 你这一身怎么搞的 脏兮兮的 刚一踏进别墅 耳中就听到了母亲的喊声 叶天脸上不禁露出了苦笑 自己都二十多岁 马上要结婚的人了 在母亲眼里 却还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在三天之前 宋威兰和叶东平 就带着安娜来到了香港 本来二人的住在酒店里的 只是宋威兰想念儿子 这才搬到了左家俊的家中 好在左家俊是自己独居的 别墅里空房子多的是 再住进来三个人 根本就不算什么 不过叶东平确实有些郁闷 说好了的是来旅游 没成想妻子整日离哪都不去 眼中就只有儿子了 嗨 没事 爸 你们今儿没出去玩吗 见到老妈的样子 叶天心中多了一丝暖意 他从小就像个野孩子似的 压根就没被人管过 虽然现在有些不习惯 但叶天却真实地感受到了 那种母爱 我倒是想出去啊 叶东平的声音里 充满了哀怨 不过 被妻子白了一眼之后 马上说道 香港也没什么好玩的 这里住着很舒服 出不出去都无所谓 得 那您二位就住着吧 等我那边的别墅装修好了 到时候就搬过去 看到周啸天已经将那石碑 从车上搬了下来 叶天对母亲说道 我这还有点事 一会过来陪您 什么事情 我们不能听听 原本宋威蓝 是没那么八卦的 不过他却是好奇 儿子整天都在忙什么 于是动了旁听的心思 叶天无所谓地说道 也没什么 这几天施工碰到一处木葬 遇到点有意思的是 您二位要是想听 一起进来吧 带着老爸老妈 进入到别墅中后 左家俊已经是泡上了功夫茶 正在等着叶天呢 叶天也没兜圈子 开门见山地问道 二师兄 别卖关子了 这十三两女儿的后人究竟是谁 现在能说了吧 在叶天这个年龄段的人心里 香港的首富不外乎就是 那位已经去世的包船王 或者是现在风头正进的李超人 不过这两者都是几十年前才来到香港的 按理说和那位一百多年前的石匠 不应该有什么瓜葛啊 左家俊分别给叶天和叶东平夫妻 倒上了一杯功夫茶 说道 小师弟 香港有个赫氏家族 你可曾听闻过 赫氏家族 没有 从来没听说过 叶天摇了摇头 他对香港富豪的认知 大多都是从唐文元口中听到的 却是没有姓赫的姓氏 叶天没听到过这个名字 但是狗新家却面色一变 开口问道 左师弟 你 你说的莫非是赫东赫爵士 没错 正是赫东赫爵士 大师兄赫爵士的母亲 就是姓氏 左家俊点了点头 揭晓了这个谜底 若不是他十多年前 曾经给赫家的一个分支 推演过命理 也不会知道 他们这一只祖母的姓氏 所以在看完 石碑上记载的故事后 左家俊第一时间 就想到了赫家 在香港虽然豪富众多 但能称得上贵不可言的人 也唯独赫家才配得起 赫东爵士 我也有听闻 宋威兰虽然不知道 他们在谈论什么 但是听到赫东的名字后 眉头一挑 说到 我在拉斯维加斯入股的一个赌场 就有澳门赫家的股份 不过叶天 你和赫家有什么关系啊 我 我和赫家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叶天发现 这房中除了自己师徒俩 还有老爸之外 似乎所有人都知道赫东 就连柳定定都是一脸的若有所思 不禁急道 我说你们都别卖关子啊 这赫东爵士究竟是什么人 左家俊正在开口 狗心家摆了摆手 说道 我来说吧 说起来我和赫东爵士还有一些交集的 赫东生于1860年 是欧洲和亚洲人众的混血儿 心神似乎都缅怀在了回忆之中 狗心家的声音有些飘忽 抗日期间我赴港数次 和赫东爵士多有交流 不过我还真不知道他的母亲姓施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 狗心家经历了近代很多大事件 心中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的讲述像是让人游走在历史长河中一般 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 赫东这个人物也在他的口中变得栩栩如生起来 赫东的父亲名叫赫文 是荷兰人1842年香港开部之后 吸引了一批寻找商机的欧洲商人及冒险家来香港 1859年抵达香港的赫文就是其中的一位 赫文在香港一共居住了15年 之后就卖掉香港的产业去到英国 不过恐怕赫文也没有想到 在这15年间自己所生的那个儿子 后来竟然成为了香港的首富 并且也是世界级的超级富豪 这个人就是赫东 他也是赫文的长子 赫东成人之后 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香港 可以说 赫东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能力 开创了属于他的商业帝国 最早的时候 赫东只是外国洋行的大班 由于头脑精明 他很快就自己出来创业了 并且在1906年 成为首位在太平山山顶居住的中国籍人士 香港以前有句俗语 形容一个人不自量 就会说 你以为你是赫东啊 从这句话足以证明赫东的香港首富地位 他的财富足可敌国 赫东本人有三子亲女 加上其兄还有13个子女 整个赫氏早年在香港的地位 无人可以撼动 赫氏家族也出了不少著名的人物 像那位享誉世界的功夫明星 李小龙 他的母亲就是赫东爵士的侄女 俗话说穷文富武 李小龙能从小专心习武 和良好的家事也是脱不开关系的 那时的赫家 几乎对香港社会的每一个阶层 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赫家的财富更是遍及整个港岛 不过在日军侵华期间 赫家却是走了下坡路 赫东爵士避祸澳门 也就是那个时间 苟心家往返于香港澳门之间 结识了赫东 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不少抗战的物资 只是赫东离开香港后 家族资产不可避免的大幅度缩水 等到日本战败投降之后 赫东才重返香港 继续执掌那庞大的生意 但是那会的赫东 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 经历大不如前 一些后生商界晚辈迅速崛起 等到赫东离世的时候 赫家已经不复当年的风光了 再加上赫东离世之后 整个赫家变得分崩离析 资产被切割得七零八落 所以赫家逐步逐步地就没落了下去 虽然赫家的晚辈手上 依然掌握着庞大的财富 但他们之中却没有一人 能再现赫东爵士的辉煌 到了八九十年代 香港首富的名头更是北包传王 李超人那些后期富豪们给占据了 这也是叶天没有听闻过赫家的主要原因 不过赫家虽然在香港没落了 但是在澳门却是出了一位澳门首富 那就是现在的澳门赌王贺鸿 左家俊之所以对赫家有所忌惮 不愿意在人前谈及施山梁的身份 其实就是因为那位澳门赌王 要知道 赫鸿奇人在澳门发展赌业几十年 根基非常深 他的话在澳门不亚于古代皇帝的圣旨 势力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 左家俊虽然也是名声在外 但也不敢与其相比 万一要是被赫鸿得知组上坟墓被掘 说不得又是一桩麻烦事 听完狗心家的蒋素和左家俊的一些补充后 叶天叹道 一门出了两地首富 赫家的底蕴还真是深厚啊 按照左家俊的话说 别看赫家现在败落了 但是赫家后人手中所持有的一些股份 价值最少也在百亿美元以上 他们都是香港隐形的超级大富豪 赫东家族当年走下坡路的时候 正是日军占领香港的期间 而那些尸体也正是那段时间埋进去的 由此赫家的风水也发生了转变 叶天在心中计算了一下时间 说道 要说赫家的崛起 恐怕还都是立原子祖师的功劳 赫红虽然厉害 但是祖先风水被破后 他也只能移居澳门了 第557章三级法阵 苟心家沉吟了一下 转脸看向柳定定 语气严厉地说道 定定 事关重大 你且不可往外私传 叶天师徒两个少年老成 叶东平夫妇都是成年人了 知道其中厉害 自然不与他们往外乱说 只有柳定定和香港豪门接触的多 是以狗心家才专门叮嘱了一番 是 大师伯 面对狗心家 柳定定的刁蛮皮性 是一点都不敢显露出来 乖乖地答应了一声 行了 忙碌几日 大家都累了 早点休息吧 见到事情都已经交代清楚 狗心家站起身来 这次超度师山梁的尸骨 他们师兄弟三人耗尽了功力 隐隐已经伤及了本源 恐怕没三五月的功夫 是很难恢复过来了 如果不是这边工程进度 还需要他们监督 狗心家这回早就躲到 叶天京城四合院中疗伤去了 叶天 来 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等到众人散去之后 宋威蓝逮住了儿子 刚才他们几个人的谈论 听得宋威蓝云里雾里的 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原委 叶天知道老妈见多识广 当下也没隐瞒 将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听得宋威蓝和叶东平夫妻 两人面面相去 风水真有如此神奇 如果说话的人不是儿子 宋威蓝恐怕早就横加指责了 这故事也太过玄幻了一些 呵呵 祖宗传了数千年的东西 总是有其道理在里面的 您以后见得多了就明白了 叶天笑了笑也没多解释 他们奇门中人和普通人 根本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 不入其门很难亏的奇境 解决了道路施工中的这个难题后 接下来的工程进展就顺利得多了 仅仅用了两个星期 那片废墟就变成了个 占地面积颇大的街心花园 在花园的正中处 修建了一个高约5米的大理石基座 基座上方拱位着一个 直径约在30公分左右的巨大水晶球 在水晶球的外面 是用合金打造的一个如同太阳般的圆形工艺品 这东西是叶天设计出来的 它不但可以起到除煞一阴的作用 同时还能防盗 要知道 仅是这个水晶球就价值不菲了 当风水球建成之后 来来往往进出这里的车辆 都必须用风水球左右两边经过 这就像是左右摩擦一般 将风水球带的转动了起来 如此一来 不仅将这一片地带的阴气 全部都转化成了升级之气 而且还带动了前方大海吹来的散乱灵气 源源不断地往夜天锁住的那处半山 输送着浓郁的天地元气 最先是来往于这条道路的村民们感觉到了变化 因为前来那个海滨游乐场的游人 竟然突然间增多了起来 一些村民兜售出去不少 他们自己制作的贝壳等工艺品 这让附近的几个村子慢慢焕发了生机 一些外出到市区打工的年轻人 也都回到了村里 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其次感觉到变化的人 就是住在半山豪宅中的那些人 当他们每天清晨出来晨练的时候 发现山中的空气 似乎比平日都要清新了几分 一场锻炼下来 一天都精神奕奕 这些人都是消息灵通之辈 稍微一打听 就知道是左大师布了一处风水法阵 才使得半山有此功效的 其后几天 左大师的名头 时常被这些人给挂在了嘴上 也不乏有人出重金 想请左家俊帮忙布置宅中风水 只是都被左家俊给推掉了 他现在正和两个师兄弟 在准备风水柱的修建 哪里有功夫去打理这些闲事 风水广场在三天前就已经开始动工了 最先自然是打的机 不过这地机也是有讲究的 甚至包括广场圆普的设计 都隐含阵法之道 这三天中 狗心家师兄弟几人 一直都待在了现场 夜天更是对施工方苛刻到了极点 因为一个圆普的拐角误差了三公分 就将其打回重建了 由左家俊压阵 加上夜天十分懂行 指出的错误让那些建筑单位 哑口无言 事宜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去反攻了 夜天 你这阵法铺设得有点乱啊 最里面是三材阵 再往外是四项 最后居然是八卦 这阵中套阵 有什么说法没有 看着手中的图纸 狗心家皱起了眉头 这阵法单独排列 他都看得懂 不过夜天却是将这三种大阵 揉合在了一起 狗心家就有些抓瞎了 夜天笑了笑 说道 师兄 风水球所能转化的升级之气太少 我布下这三座阵法 确实有个明目 叫做三级换日阵法 三级为天的人 张静在观相复曾说 三级虽疏 庙本同一 我取的就是这个道理 夜天所选的这个法阵 是他脑中传承里难度最大 同时也是距离效果最佳的一个阵法 在风水柱的最低端的三个方向 将会镌刻三个人像 分别是炎黄儿地和福西士 他们三人代表着天的人 可镇压世间恶煞 而在这三材之外的地面上 确实需要雕刻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四圣兽 他们各守一方 将八卦阵法吸纳的元气 融入到阵法之中 去煞除阴将其转换成升级之气 至于最外面的八卦法阵 又可以称之为九宫八卦阵 九为数之极 取六摇三三衍生之术 亦有云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又有所谓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相生八卦 八卦而变六十四摇 从此周而复始变化无穷 这个阵法中的阵龙方位 将正对着出海口 犹如蛟龙溪水一般 将大海中澎湃的元气 源源不断地吸纳进来 周而复始层出不穷 这三个法阵各司其职 每个阵法负责一个环节 将那升级之气转入到风水柱当中 然后叶天会在别墅中建造距灵法阵 将风水柱产生的升级之气尽数吸收过去 不过是否能完美地布置出这个阵法 叶天心中也不是很有底气 如果不是手中有充裕的资金和左家郡在香港的人脉 他也不敢去设想修建这个法阵的 因为这个三级换日法阵囊括了三材四项 以及八卦阵法 各种法阵所需要的材质完全不同 像是黄金玉石这些东西都是建造阵法最基本的材料 根本不是一般人所能负担起的 并且这个阵法阵中套阵 又要将其相互融合 这在布阵的时候就需要极其谨慎了 插之好礼都会前功尽弃 真有如此神奇的阵法 叶天的解说让狗心家和左家郡听得均是目瞪口呆 他二人加起来也活了一百六七十岁了 但对于这种阵法 别说贱了 就是听都没听过 师兄 阵法是有 不过是否能布置成功 我也不是很有把握 叶天苦笑了一声 如果要单独布置三种阵法 那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不过现在确实要将三阵合一 叶天心里确实没有多少底气了 不怕 我们支持你 小师弟 一定要把这三级换日阵法给布置出来 让我们也开开眼 左家郡很无良地拍了拍叶天的肩膀 口头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得 师兄 也少不了你们出力的 叶天撇了撇嘴 要是他自个儿在这里 才不会去异想布置这种阵法呢 以他的修为 根本就做不到三阵合一的 基础工程一共用了一个星期 当那个深度在8米8宽度 足有3米6的风水柱的桩被打出来后 叶天将整个工程队的人都赶了出去 并且让左家郡派人把周围百米都给包围了起来 叶天 这玩意可值老钱了啊 看着推车上那被盖着红绸布的物件 就连左家郡都忍不住舔了舔嘴唇 这也不怪叶天如此谨慎 要是被人得知这风水柱下藏着三吨黄金 恐怕像叶吉欢那样的汉匪 也不需要去打劫金铺了 直接将这风水柱给炸了就完事了 师兄 别说风凉话了 帮忙给掉下去吧 叶天掀开车子上的红布 一个用纯金打质的风水葫芦呈现在了几人面前 虽然此时已经时尽黄昏 但几人依然被那闪闪金光要花了眼睛 在地桩的底部 按照叶天的要求被挖掘成了一个倒葫芦的形状 正好能将这风水葫芦放置在里面 作为这个风水柱的底座 别看这一个风水葫芦就占去了三吨黄金 其实叶天并不心疼这个 真正让他感觉到肉痛的 还是另外几个法阵所需用到的制裁 第558章起阵 上 放置好这个黄金风水葫芦后 周啸天开过来一辆混凝土车 把搅拌好的混凝土灌输了进去 将那黄金风水葫芦掩盖了起来 自此 除了叶天师兄弟等几个亲近的人之外 世上再无人得知这个风水柱的底座 竟然是一个耗费了三吨黄金的风水葫芦 风水先生在普通人的人眼中 向来都是异常神秘的 叶天等人的行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猜度 在底座地基完成之后 其余的工程紧接着进行了起来 这个三级患日风水法阵之所以难布置 一来是才智难寻 二来阵法的每一个步骤 都不能差之好理 否则阵法就无法运转起来 在古代的时候 风水师想要布成这个法阵 必须亲力亲为反复琢磨 但是在现代 有了精密仪器的辅助 一切就都变得简单了起来 在叶天的要求下 不管是对三才阵人物塑像的雕琢 还是对地面阵法的刻画 均是达到了他的要求 叶天倒是变得清闲了起来 不过 这些人不知道的是 叶天在三个法阵的地面下 铺垫了大量的鸿匪玉器 这些玉器上都带有 叶天亲手雕琢的阵法 并且叶天在制作的时候 宋念道经 这个过程等于给玉器开光了 虽然这些玉器达不到法器的级别 但对普通人还是有加持保护作用的 比那些所谓高僧开光的佛器 要强多了 如果拿到外面出售 一件的价值最少也要在百万之上 在叶天布置这些玉器的时候 看得左家俊是心疼不已 要知道 这数十件鸿匪玉器 要是拿到他的店里销售 势必会在香港掀起一阵翡翠热潮的 除了这些鸿匪玉器之外 在三个阵法的阵眼里 还都埋了一枚法器 为此叶天还从表哥手上 要回了那件法器 狗心家对于钱财倒是无所谓 但是叶天拿出这三件法器来 确实让他眼睛都看直了 如果不是这阵法将汇集自身 恐怕狗心家连半夜做贼的心思都有了 不过这三件法器拿出去后 叶天除了纳免从长白山得来的铜骨 和师门传承法器之外 也就只剩下掩月刀和无痕两件器物了 又是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 此时已经到了五月份 香港的天气也变得炎热了起来 这也是叶天在港停留最长的一次 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在这三个月中 叶天不仅完成了风水球和风水柱的修建 那栋宫小小赠予她的别墅 同样也装修完成了 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搬了进来 整栋别墅的主体是一个四层建筑 一层是客厅餐厅厨房和佣人房 总共有三个闲置房间 二三楼则是主卧 加起来有12个房间可以住人 并且每个房间都有单独的洗手淋浴间 其中七个房间均是面朝大海 风水极佳 至于四楼 叶天将其改造成了一个家庭影院和储藏室 她虽然对电影没什么兴趣 不过日后闲暇了 却是可以陪陪妻子或者老妈在上面打发时间 而且对于楼中的卧室 叶天也专门布下了一些阵法 用于隔绝整栋别墅的灵器 以便与父母亲人也能住进来 因为当聚灵阵法开启之后 这个别墅里所充斥的天地元气 恐怕要是京城那宅中元气的十倍之多 普通人根本就无福销售 这就像是吃补品一样 少量的补品可以增加人体的健康 但是补过了 就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所以叶天才专门布置了几个房间 省得日后父母在香港还要住酒店 在主楼之外 叶天修建了一个泳池 这是为了应和开门建水聚裁宁气的风水格局 并且还有一道风水河环绕整栋别墅 上面修建了九个凉亭甲山 这九个凉亭甲山可是大有讲究的 叶天所剩的那些洪飞玉器 几乎全部都用在上面了 这也是他所布置的巨灵阵的关键所在 这个巨灵阵名为九星巨灵阵 世人皆知北斗七星 却是不知道在风水术师们的眼中 北斗之外尚有两颗隐星 这两颗隐星名为辅星和碧星 成为七线二隐 故此在风水行当中有北斗九星之说 传说能看见这两颗隐星的普通人 都可以得到长寿 之所以要布这个九星巨灵阵 是因为九为阳术的级数 在古代多用九这一数字来附回帝王 与帝王有关的事物也多于九有关 青铜器有九顶 皇帝周围要涉九卿 朝廷命官涉九品中正 经师至九门 紫禁城的房屋9990间半 一前文言中约 前缘用九天下至也 要知道 叶天所要摄取的 可是无边大海中的元气 也唯有这个九星巨灵阵法 才能容纳风水柱聚集转化而来的灵气 非用九之极致不可为也 在别墅面对大海的方向 叶天修建了一个观景台 这个观景台非常的独特 整个形状成龙头状 而且龙嘴张开 仿佛在吞吸着远处大海的磅礴元气 没有人知道 在观景台向外突出的龙口之中的那颗龙珠 完全都是由黄金铸成的 上面刻画着十多种复杂隐晦的阵法 也是叶天亲手捐刻上去的 从缅甸寻来的那些黄金 除了卖于国家的之外 剩下的五吨 至此就被叶天挥霍得一干二净了 而风水柱和风水球的修建 在原本预算的两亿资金上 又添加了四亿 总投资达到了六亿人民币 如果算上叶天的黄金和法器 以及那批玉器的价值 但是这个占地方圆数十公里的风水大阵 总共耗资高达十五亿之多 从古至今 之所以极少有人能不成这个阵法 原因也就在于此了 要知道 纵然那些帝王能拿得出来这笔财富 但是他们未必就能拿得出三件法器 因为对于风水术师们来说 每件法器都是异常珍贵的 且不说那些人手上未必能有三件 即使有 恐怕也不会舍得献与帝王 去建造这么一座阵法的 所以当这别墅阵法 加上外界风水格局的造价 被宋威蓝知道后 以他的财富身家 都是被吓了一大跳 自己这儿子 绝对有成为败家子的前置的 叶天 这把掩月刀放置在这里 你京城的巨灵阵可就没有震煞之物了 半个月之前 狗心家等人也随同叶天搬入了这栋新别墅 在对别墅一些细微的风水布局上 给了叶天不少的建议 明天晚间的时候 他们师兄弟三人就将开启阵法 此时三人正站在观景台上 遥望山下的风水柱 虽然这两边的阵法都未开启 但是站在观景台上 已经能感受到那充裕的天地元气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 居住在半山的那些富豪们 均是受益匪浅 狗心家所说的那把青龙掩月刀 是早几日叶天让周孝天 从京城给取回来的 为此叶天特意在观景台后面的 风水盒上修建了一个刀亭 专门用于放置掩月刀 要知道煞气也是元气一种 即使风水柱转化而来的升级之气 在精纯 也不免会有一丝煞气的存在 将这把主攻杀伐的青龙掩月刀摆在此处 却是可以断绝任何煞气的侵袭 以保证这个风水大阵中元气的精纯度 见到狗心家回头再打量着自己的掩月刀 叶天笑道 师兄 有矛头在 我京城那宅子也无余受到煞气侵袭的 叶天这几月中也抽空回了几次京城 发现矛头那家伙不仅可以吸纳院子里的天地元气 甚至院中角落处存在的极其微弱的那一丝煞气 也尽数被他给吞噬了 不过香港一年四季温度较高 在这巨灵大阵建成之前 叶天却是没有把矛头带过来 看着身后焕然一新的别墅 叶天开口说道 师兄 你们以后就在这里修炼吧 京城那宅子的元气日以稀薄 就让我姑姑他们住进去 也能改善下他们的身体 九星聚灵法阵如果可以成功开启 叶天的这栋别墅完全不亚于传说中的那些洞天伏地了 而且灵气之充裕恐怕还有有过之 狗心家和左家郡在这里居住 虽然修为未必能侦破炼奇化神 进入到炼神返虚的境界之中 但是长命百岁甚至寿命超过先师 确实不算什么了 小师弟 那我和你二师兄可就要沾你的光了 狗心家扶须微笑起来 心中十分期待这座大阵的开启 他没有想到自己临到晚年了 还能亲自参与到如此盛世之中 师兄 要不是有您那笔黄金 打死我也不敢去想这九星聚灵大阵的 叶天笑了笑说道 而且您也别想袖手旁观 明儿大阵开启的时候 您和二师兄都要赤膊上阵 否则单凭我一人绝对无法启动这阵法的 当年仅仅是开启京城那座乾坤聚灵阵法 就把叶天累得吐血 差点没元气反噬 虽然也有叶天那时功力不济 修为不高的原因 但也可见启动法阵的难度了 第559章起阵 中 清晨的太平山 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 若隐若现的山体绿树成荫 从远处看去云雾缭绕 有如仙境一般 往日的太平山是没有这种景象的 自从那风水球和风水柱建成以来 半山的风水似乎好了许多 尤其是清晨的空气 显得异常清新 凌晨三点整银时到来 端坐在别墅观景台 一个蒲团上的夜天站起身来 左右两边的狗心家和左家骏心有感应 同时睁开了眼睛 虽然阵法尚未开启 但是这里的灵气之充裕 笔之京城四合院 也就是略逊三分 数日来他们师兄弟几人 都是在这里打坐过夜的 经过六七个小时的打坐 三人的精神都恢复到了最佳状态 他们都知道能否成功启动法阵 都在今时今日了 小师弟 时辰到了吗 左家骏双眼如电 射出一道精芒 那干瘦的身体中蕴含着恐怖的能量 显然他已经把身体状态调整好了 相比左家骏的锋芒外露 夜天与狗心家却是平静如常 身体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 不过左家骏确实知道 这一对师兄弟已经真正进入到了反扑归真的境界中了 银十三个猛虎出闸 还要再等一会 夜天抬头看向漆黑的夜空 今儿的天气并不是很好 几片乌云遮挡住了满天的星光 不过对于风水术师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问题 至少夜天就能清晰地感应到 包括那两颗隐星在内的北斗九星 九颗成勺子状的星辰形成了北斗阵法 在无形中指引着地球的元气运行 北斗七星君就是道教最重凤的七位星神 古之道法均是和其息息相关 仰头关了一会星像之后 夜天开口说道 二位师兄 回头带我启动下面大阵 你们马上发动九星聚灵阵法 使两者能遥相呼应 不过山下阵法所形成的灵气过于狂暴 如果两位师兄支撑不住 也不要强行接引 夜天说话的时候脸色十分的凝重 这两个阵法复成之后威力固然极大 但是如果不阵失败 其反噬之力也是险恶万分的 要知道山下风水柱的三级法阵和山上的九星聚灵阵法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阵 三级法阵主管吸纳转化海上狂暴的天地元气 但它却没有往外释放的渠道 当它的容量达到顶点的时候 那些灵气就会发生暴动 其后果不堪设想 而九星聚灵法阵的作用 就是要把山下的三级阵法所产生的灵气 完全给接纳过来 用以滋养这栋别墅 并且在法阵的作用下 使得灵气变得温顺平衡 这两个阵法是相辅相成的 中间容不得出现一丝差错 启动三级法阵固然风险很大 但是执掌别墅中的九星聚灵阵法 同样是险恶之极 如果三级法阵中所产生的灵气过于狂暴 这九星阵法能否顺利接引 对狗心家和左家俊而言 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听到叶天的担忧后 狗心家笑了起来 说道 小师弟 我和左师弟分开都不如你 但合起来 这修为想必不弱于你的 倒是你独自一人启动三级法阵风险过大 依我看 要不然让笑天陪你下去吧 他功力虽然稍弱点 关键时候还是能派上用场的 狗心家这一生 几乎将中国近代所发生的大事件都经历过来了 心性修为早已是静止如水 即使面对这两个闻所未闻的大阵 也无法引起他心绪的波动 笑天 他不行 叶天文言摇了摇头 说道 如果不是左师兄已经进入到炼气化神的境界 也无法插进手来 笑天修为不到 根本无法抵御那种元气的 布置一个法阵分为三个布置 第一步是对法阵的基础建设 这其中包括在用材上捐刻阵法 以及各种服录 这一步可以称之为是准备工作 第二步则是准备好的各种制裁 按照阵法的方位布置出来 这一步就需要认真对待了 因为差之毫厘 都有可能使得阵法启动失败 而最重要的自然是要数第三步了 那就是启动法阵 这一步关乎着法阵能否按照之前的设想成功运行 可谓是重中之重 一个阵法启动的难易 往往是和阵法本身所具备的威能成正比的 叶天当年布置乾坤聚灵阵法时 只不过是按景修为 但他阵法所囊括的面积不过区区上千平方米 叶天付出几口鲜血的代价 还是将阵法启动了 不过现在面对的可是三级换日阵法 和九星聚灵阵法的结合体 其影响范围足足有数十公里之广 即使叶天现在修为更进一步 也不敢断言一定能起阵成功 而以周孝天的功力 根本就抵御不住阵法启动时紊乱的天地元气 到时恐怕叶天还要分心去帮他防御 这反而会得不偿失的 所以今儿叶天根本就没让他待在别墅 而是和柳丁丁陪同自己父母住在了左家郡的家中 就是怕他们几人倒是添乱 叶天抬头看到天边亮起一颗明亮的星辰 心头猛的一阵 开口说道 师兄太白兴起 我要先下去了 叶天所说的太白兴 其实就是天亮前后 东方地平线上 有时会看到一颗特别明亮的陈星 学名叫做启明星 不过启明星在道教典故中 却是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的 在道教中 太白金星可谓是核心成员之一 论地位仅在三清 太上老君 原始天尊 通天教主之下 清晨启明 代表着一日出生 启明星起 万物昭阳 紫气东来 也就在启明星落的那一瞬间 到时也是法阵启动之时 见到天边的太白金星升起 叶天再也不敢怠慢了 冲着两位师兄拱了拱手 竟然自观景台一跃而下 待到下落十多米后 叶天脚尖在树梢青点 整个身体恍若乘风而行 白衣如雪 在这薄雾环绕的山中 飘飘欲仙 别墅和风水柱所在的地方 是成一条直线的 中间除了山林之外 再无别物遮挡 叶天的身形 快速地在山林中穿梭着 短短十多分钟后 他就来到了三级阵法的正中央 为了不影响到阵法的启动 昨日佐嘉郡就和港岛政府 进行了一番沟通 在这三级法阵方圆一公里之内 都被警戒了起来 除了叶天之外 没有一人能进入到此地 此刻叶天的面前 就是那高达二十八米八的风水柱 历时三月才完工的风水柱 有如一根称天玉柱一般 矗立在半山之下 整个柱子内圆外方 圆是天 方是地 地比天大 除了三圣人之外 柱子底部还镌刻着 麒麟龙凤的图案 而外围的四项阵法 则是下面有南方前朱雀 北方后玄武 东方左青龙 西方右白虎环绕在了四周 东方青龙所面对的方位 正是旭日东升的地方 每日所产生的第一股东来紫气 都会被他吸纳入阵法之中 从而使灌输到九星巨灵阵中的灵气 愈发的精纯 而夜天现在所站的位置 却是那九宫八卦阵的阴阳双眼的阵中 也是这个三级阵法的阵眼所在 一袭白衣的夜天 静静地站在这晴天玉柱的下面 虽然两者的体积完全不成比例 不过夜天的身形却有如折仙 一点都不感觉矮小 抬头看着天边的太白星越来越亮 而北斗七星则是逐渐地暗淡了起来 夜天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还在等待 夜天在等待北斗七星顿入的那一刻 那时天地元气升腾 东来紫气的出现 将是启动阵法的关键所在 当银石将去 卯时到来的那一瞬间 夜天的右脚微微抬起 双手合拢在胸前 大旗通宝被他夹在掌心之中 失出了一个法印 口中大声喝道 钱 随着喝声 夜天的整个身形 似乎突然间发生了变化 如果有外人能看见的话 就会发现夜天好像与身后的高山融为一体 有如泰山大院一般 威额耸立 一股锋利如剑芒的般的气势 从他身上升腾而起 这股气势就是远在七八公里之外的狗心家 都感应到了 不禁摇头叹道 不得了啊 要说当时谁最有可能进入到恋神反须的境界 恐怕非夜天莫属了 师兄 咱们可以准备了 下面的三级阵法怕是马上就要启动了 左家骏的神情有些紧张 双眼紧盯着山下的风水柱 似乎想看到正在做法的夜天 冰 就在那股气势达到顶点的时候 夜天双手法觉忽然一变 抬起的右脚重重地蹲在了地上 冰为能量 主攻伐 夜天这一脚顿下 周围数百米地面似乎都受到了震动 天地元气骤然紊乱了起来 站在风水柱下的夜天白衣飘起 身形犹如在大海波浪中的一夜天舟 不过他的双脚却是如同钉子一般 定在了地面上 没有丝毫的移动 当北斗九星完全引入天际 东方传来一股至刚至阳的元气之时 夜天的眼睛猛地亮了起来 双手只觉又生变化 第五百六十张起阵 下 双手为止伸出 拇指从食指下方伸出 夜天将全身元气尽数灌输到了这个外狮子印上 掌心中的无痕受到元气的鼓动 竟然散发出一股金粒之色 使得夜天的双手变得像是透明一般 骨骼经脉肉眼可见 痘 在结出外狮子印的同时 夜天口中一声多喝 浑身气势陡然一变 要说刚才的夜天如同巍峨高山般不可撼动 在喊出斗自觉之后 夜天浑身白衣飘起 头发根根树立 一股惊天杀气从他身上已出 经过法器无痕的加持 站在风水柱下的夜天 有如一尊斗战圣佛一般 那股金锐之气仿佛可以撕裂世间万物 与此同时 将要引入到天际尽头的北斗九星 突然爆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九道星里像是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牵引一般 静止投向了风水柱下的夜天 点点星光有如幻境 将夜天营绕了起来 不断地溢入到了他的体内 而夜天身上的那股杀气也越来越重 距离他身体数十米外花圃中的植物 似乎也抵受不住这种杀气 顺便变得枯黄枯萎毫无生机 呼 饶是夜天的修为已经进入到了画境 也难以抵挡得住这种天地星力的加持 一口鲜血脱口喷出 染红了他胸前的衣襟 不过这一口鲜血吐出 夜天身上的那股杀气却是不减反增 近乎实质的杀气在他头顶凝聚成了一把无形的利剑 天发杀机 抖转星移的发杀机龙蛇起路 夜天口中轻吟黄帝阴浮经 双目猛的一凳 有如两道电芒一般射向大海的方向 口中发出一声断壑 人发杀机 天地反复 随着夜天的这声断壑 他头顶的那股战役形成的利剑 居然划破虚空 静止地往大海上空的天际飞去 也正是在夜天喝声发出的时候 北斗七星正是归于黑暗之中 太白金星落下 天边亮起一缕霞光 香港市中心钟楼上的石针指向了五点整 卯时来到 小 小师弟他 他这是要干什么 感受着夜天身上散发出来的惊天杀气 左家俊吃惊的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难道夜天想用一己之力来对抗天威吗 好大的手笔 好大的胆子 好大的气魄 狗心家脸上也现出了精荣 他猜出了夜天的用意 右手紧握青筋暴露 接连说出了三个好字 显然心中也是震荡难平 夜天此举 却是想用太阳出生时所产生的能量 来激发他脚下的三级大阵 只是这种手段过于激烈 狗心家之前连想都未曾敢想过 且不说狗心家和左家俊心中震惊 山下却是诱声变故 当那缕霞光刚要从大海的尽头 跳江出来的时候 夜天娜蕴含了北斗九星星力的无形利剑 居然将那出生阳光给压得一暗 夜天的能力也就这么大了 他所借的星光根本就无法压制得住 被誉为万物之母的太阳 也就是零点零几秒的时间 天际猛然一亮 万道霞光从大海尽头升起 冲破了黑暗的智固 夜天发出了那杀气瞬间被消弭于无形之中 不过自古阴阳都是对立的 星力和太阳自然也是水火不相容 夜天的这个行径 仿佛激怒了那天边初起的太阳 一股远比平时夜天吐那吸收的东来紫气 像是有了灵智一般 静止向夜天的方向射来 感应到了那股似乎可以毁天灭地的能量 夜天脸上古井无波 双手只觉又变 食指相背而屈指尖部分 负一二拇指压二食指前端 做弹指状形成了宝平印 钱 在那股能量覆盖住了这方面数百米的瞬间 夜天喝出了 绝 他整个人仿佛都融入到了自然之中 那股庞大的东来紫气 像是一下子失去了对手 天人何德 万变定机 三级法阵给我开 就在那股东来紫气将近未退之时 夜天的声音陡然响起 随着夜天的和声 三才阵 四象阵和九宫八卦阵中的法器被他引发了起来 一道道无形的天地能量游走在三阵之间 数千个浮路阵法激活了起来 原本只有朦胧亮光的风水住处 突然像是升起了万道霞光 三个阵法同时开启 一股巨大的吞噬力 有如黑洞一般将那道正在寻找目标的东来紫气给吸纳了进去 不过就在那股东来紫气被吞噬进去的同时 他也发现了刚才挑衅自己的夜天 一道质阳质刚的气息瞬间没入到了夜天的体内 啊 原本用印法引去自身的夜天 却是再也无法躲过去了 当那道气息集体的时候 夜天的身体就像是一个稻草人一般 被击得凌空飞起 远远跌出去了二十多米 如果不是正好落入到一个圆埔中 就算夜天疲肉厚实 恐怕也会被摔得筋骨断裂 身在半空中的夜天只来得及看了一眼半山别墅的方向 整个人就晕了过去 三级阵法已经开启 剩下的事情就全指望狗心家和左家郡二位师兄了 有了东来紫气这股庞大的能量驱动 三级阵法终于被完全激活了 三阵齐开 有条不稳地运转了起来 经过九宫八卦阵 四象阵和三材阵的转化之后 一股精纯至极的升级之气 充斥在整个风水柱之中 并且还在不断产生着 京城四合院的那些灵气和此地的灵气相比 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远远不及 精纯的灵气弥漫 整个风水柱似乎都萦绕在了云雾之中 远在半山观景台上的狗心家 感受到了十多里外那精纯的升级之气后 口中大喝道 左师弟三级法阵已开 还不启动九星聚灵大阵 更待何时 三级法阵开启成功 就到了考验他们的时刻了 如果不能启动九星聚灵阵 将三级法阵中的升级之气吸纳过来的话 当法阵承受的灵气达到顶点 那对于半山而言 就将会是一场灾难 是 师兄 左家骏也没想到 夜天这么快就成功开启了三级法阵 强忍住心中的激动 左家骏鼓动周身元气 将手中的法器大齐通宝激活了起来 与此同时 手持罗盘的狗心家也是不敢怠慢 单掌往口中一拖 那面麻衣一脉的祖传罗盘呈现在了掌中 两人使劲了浑身的解数 将自身元气尽数灌输了到了法器里 通过法器的加持 再反馈到夜天所布下的九星聚灵阵中 九星阵法 开 当这股元气围着阵法环绕一周后 狗心家口中猛的一声断喝 阵眼处爆发出一股耀眼的光芒 九星聚灵阵法却是被成功启动了 阵法启动之后 一股巨大的吞噬力 从夜天这栋别墅散往了四面八方 原本山中充裕的灵气瞬间都被吸纳了进来 整座太平山似乎骤然间变得冷清了许多 不过这也仅是阵法开启时产生的异象 远处风水柱溢出的灵气 慢慢地溢入到了半山之中 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情形 但是此时身在观景台上的狗心家和左家郡 却是满脸的紧张 因为九星聚灵阵法的开启 只是第一步最凶险的步骤还在下面呢 随着九星聚灵法阵的启动 观景台龙口中的龙珠 突然散发着一阵刺眼的金光 静直地射向了十多里外的风水珠 当那道金光接触到风水柱之后 无声地就消融在了里面 两者之间似乎搭建了一个桥梁 风水柱产生着的灵气通过这道桥梁 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了龙口之中 再通过龙口和别墅相连的阵法 融入到了九星聚灵法阵里 虽然夜天所布置的九星聚灵阵法 是他传承法阵中强的一种巨灵阵 但面对那澎湃如海般的灵气 还是显得有些单薄 这就像是一个瘦子 突然吃尽了堪比他身体相同的食物 先不说消化不良了 就是那位也是无法装进去的 在那股灵气侵入之后 整个巨灵阵都变得不稳定了起来 左师弟断了这灵气 狗心家和左家俊对视了一眼 两人同时往前迈了一步 一个独臂举起 一个双手晴天 同时鼓动周身元气 对着龙口虚空斩下 人体修炼出来的力量 终究是不能和天地产生的能量相比的 饶式狗心家和左家俊加起来 修炼了一百多年 他们合起来的真元 也就是在将那道灵气切断了瞬间 眨眼功夫又恢复如初了 两者相机之后 狗心家和左家俊的身体如遭重击 连连向后退了七八步 险些掉入到了那环绕着整栋别墅的风水河里 站稳了身体 两人口鼻中均是溢出了鲜血 眼里满是惊骇的神情 他们没想到这平日里滋补身体的天地灵气 居然还有如此可怕的一面 不过 二人的这般思维并非是做无用功 虽然他们只是将灵气的传输阻碍了片刻 但九星巨灵阵法却是变得稳固了起来 而从风水柱中传来的灵气 也没有那般狂暴了